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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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纪念佛救2500年而见 最大的亮点是这座佛塔里保存了西立马哈泡的施力子 眼前的观众可能也就看出这座塔外形仿造的是印度的摩赫菩提寺 佛救中 释迦牟尼的荡僧帝狼 悟道之处 菩提喀耶第一次吴比丘讲说佛法的路营 愿以及涅槃之地的狗斯纳罗 合称为四大圣地 其中菩提喀耶是四大圣地中最具重的意义的 所以就像这个佛救最神圣地之境 西立马哈泡佛塔可谓是下读的功夫 佛塔外表是金寺和白寺相见的寺寺 整体感觉非常专严树木 外墙的佛像丢刻精美绝伦 并到塔内老微微讲不住哇出声来 放眼望去金碧灰坊 金光堂上金大步行 特别是中间处理的这座金塔 除了华丽的金光 上面的浮雕更是精美 连键门上的墙面装饰都是七斤的雕刻 镶嵌上满满的宝石 由于这次只是路过乌文 短暂停留 所以更多的乌文府景点 下次再给大家介绍 如果您喜欢的视频 麻烦关注点赞 转发评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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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